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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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 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建昌災明止 洪水沖走人車 官方隱瞞不報 中共辦案機構 又補有錢人 手段曝光 美國指控紐約名運唐元俊 多年充當中共代理人 與40好萊塢引人來臺 亞洲日舞影展 星光翼翼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中國遼寧葫蘆島市和朝陽市 多個水庫開閘泄洪 建昌縣5個鄉鎮被洪水淹沒 斷水 斷電 斷網已經三天 出逃的災民透露 洪水沖毀一切 沖走不少人 房子和車子 但官方隱瞞不報 遼寧連日暴雨 多個水庫相繼開閘洩洪 20號 葫蘆島市建昌縣 5個鄉鎮被洪水淹沒 至今通訊中斷 逃離的災民透露 水庫持續洩洪 三道溝 高家嶺 郭家村等多個村 有人被水沖走 要水空放水 那水渡跟大大不一樣 厭念厭透的透 通溢冬 咱們已經不想考慮 但是不能走給個人了 為啥說開始時不放棄 看你這蠢蠢蠢就上來了 不放不行了 開始放棄 羊肉丸 纏不跟堵房 纏不跟堵 飼料 包米 全都泡了 全都的絕肉了 屋裡的都是泥呀 養牛的牛棚 牛的頭腦了 史詩老大了 挑的救援 發不出來 沒有水 沒有電 沒有地兒吃飯 沒有地兒住店 真的 太慘了 人家當我官方沒報的 老家失聯 讓外地親人心急如焚 兩名女士帶著一車的物資 歷經艱辛回娘家 在這兒的 房子都有充炒的 不少 啥都沒有的 包米 全是水 在水裡泡碗的八包米 今天提前收窮 一現在不整的話 那就發芽了 此外 宮山嘴水庫泄洪 大陵河暴漲 20號 朝陽市多個村鎮被淹 朝陽市民透露 這幾天市區有近百輛車子泡水 大陵河和其支流沿岸受災慘重 朝陽市下流的大陵河白石水庫 加上女兒和吳金堂水庫和大陵河錦陵水庫同時洩洪 錦州市告急 從21號零時起 道路封閉 居家辦公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熊斌柏妮採訪報導 日前 中國一名律師揭露地方辦案機構 實施遠洋捕撈計畫 又捕有錢人 瓜分資產的黑幕 引起關注 中國律師周曉雲 8月21號在微博轉發一則長文 這是該不該說? 文章說 中國一些貧困地區的財政難以為繼 土地賣不動了 於是想著法子去異地搞錢回來用 搞錢的對象分為兩類 一類是有錢的企業 一類是有錢的個人 周曉雲律師說 所謂的遠洋捕撈 即某些地區辦案機關去異地執法搞錢 有些地方甚至故意做局 引誘企業入局 只要企業或個人賬戶接收了黑錢 馬上把賬戶資金全部凍結 他表示 這種刑事法律風險幾乎無法防範 因為當你的賬戶收款時 根本無法核查對方的資金來源是否合法 有網友在評論區氣憤地留言稱 公權力要作惡 老百姓只能躺平等著被剁 中國維權律師吳少平說 中共的執法機關已經黑幫化 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公開搶劫 吳少平說 中共政府機構非常臃腫 現在財政面臨枯竭 很多地方政府就開始用這種骯髒的手段來搶錢 8月21號 大陸界面新聞發表了評論文章 《惡性逐利執法可以休矣》 稱地方公安、跨省執法行為共有四種類型 包括敲詐、疑點待面、衣網打盡和遠洋捕撈 文章指出 涉案企業都是外省的民營企業 這些辦案機構的目的就是為了沒收企業資產 罰款來增加財政收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唐穎、李莉、陳建明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 8月21號 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紐約法拉盛 逮捕了67歲的中國民運領袖唐元俊 他被指控 多年來秘密充當中共代理人 根據法庭文件 唐元俊曾在8964期間支持民運 後來逃往臺灣和美國 但檢方稱 幾十年後他同意為中共情報機構工作 以便他能夠與他在中國大陸的家人見面 美國司法部指控 唐從至少2018年起至2023年6月 透過特定的電子郵件帳戶 加密聊天軟體 簡訊以及音訊和視訊通話 依照中共國家安全部的指揮 唐向中共報告有關異議人士和團體的情況 包括在美國的著名華人民主活動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情況 他還至少從2019年到2023年期間 三次到中國和澳門與中共國安部情報官員面對面會談 聯邦調查局在2023年7月對唐進行了詢問 並沒收了他的五部手機 獲得了他與中共國安溝通的內容 唐被控三項罪名 隱瞞美國政府密謀充當中共代理人 隱瞞美國政府擔任外國政府代理人 以及向調查人員作出虛假陳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柯婷婷 紐約報導 有消息顯示 日本正在開發無人水面艦艇 計畫部署幽靈艦隊 應對中共的挑釁 美國印太司令部贊助的印太防禦論壇雜誌報導 日本海上自衛隊為提升海上偵察能力 正在開發無人水面艦艇 報導介紹 日本的無人水面艦艇能對雷達隱匿蹤跡 能避開敵方攻擊和水雷 可以完全自主運行 或有母艦或陸地指揮部遙控 這種無人水面艦艇 無論天氣好壞 都能在指定海域執行情報收集 監控和作戰支援行動 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戰鬥方式 報導引述日本國際基督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納吉的話稱 日本強烈感覺到有必要發展水雷反制措施和反潛戰能力 來應對共軍海軍可能的封鎖 近年來 中共海軍越來越頻繁地進入東海、台灣海峽和南海的爭議海域 引發地區不穩定 國防承包商日本海上聯合諸事會社 從2021年開始測試無人水面艦艇 2023年交付的無人艦 正以日本自衛隊最新的最上級護衛艦為母艦進行測試 美軍把無人水面艦隊稱作幽靈艦隊 報導說 日本自衛隊正在跟美國海軍合作 展開無人水面艦艇的聯合演習 新唐日電視台記者 仁浩綜合報導 由新世紀影視製作的藝術長篇《新版演員夢》 即將在美東時間2024年8月23日晚 在《乾淨世界》頻道限時免費播放 來看報導 《新版演員夢》沿用原版的主線故事 講述了中國大陸演員林美月 在利益與藝術衝突中追求自己的夢想 她在影視圈身心受到重創後 因一本神奇的書《轉法輪》而領悟生命的意義 原版影片《演員夢》 自2002年推出以來 斬獲包括各大洲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導演 最佳長篇電影等在內的32個獎項 《新版演員夢》在保留原版精華的基礎上 豐富了劇情 時長增加至85分鐘 主創團隊在原版人馬基礎上 新增了來自美澳臺多地演員加盟 為影片傳遞的核心訊息注入新的深意 由新世界影視製作的藝術長篇《新版演員夢》 在完成了加拿大魁北克 日本大阪和美國中城的放映後 即將於美東時間2024年8月23日晚 在《干净世界》頻道限時免費播映 以回饋廣大觀眾的期待 新台電視台記者一新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東京降下鋪紀錄大雨 航班停飛 新幹線停市 中國今年失業率飆升 創造濫尾娃新民起 美國獨立總統參選人小菡萊迪 週五將發表全國演說 可能會宣布與川普聯手 七夕離島遊艇成全事件 英國富豪林奇婦女遺體被尋過 週二晚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回到故鄉芝加哥發表演講 她稱拜登是朋友 並為賀錦麗催票 另外 獨立參選人小肯尼迪 本週的決定 或許將成為9月驚奇 來看分析報導 8月20日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第二晚 各州代表一一唱票 推舉副總統賀錦麗為該黨總統候選人 走完了正規流程 此前 賀錦麗在獲得退選的拜登總統背書後 已在8月初的一個網絡唱票流程中獲得了提名 民主黨內很晚才表態支持賀錦麗的前總統奧巴馬 也昌台地讚美和錦麗 我們可以看到權衆對於他的演講有很強烈的反應 那我覺得這個演講本身會對哈里斯他的一個選舉的狀況會有加分的效果 隨後 賀錦麗及副手搭檔沃爾茲奔赴戰場州威斯康星的密爾沃基進行造勢 川普的願景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賀錦麗的口號是為未來而戰 目前 賀錦麗還沒有完整論述其所說的未來是怎樣的場景 不過 聯邦參議員博尼桑德斯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 代表而言 就是讓政府解決一切問題 博尼桑德斯他過去就是相對來說比較社會主義 他的政策跟哈里斯所提出的政策其實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至少他願意在DNC上面去演講把這個選舉號召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個加分的效果 共和黨方面 川普21日在北卡州阿什伯勒 舉行了遭暗殺攻擊後的首場戶外造勢活動 當天 美國國會兩黨工作組與FBI 就7月13日的暗殺襲擊調查進行了會晤 另外 多家美國媒體報導 獨立參選人小羅伯特·肯尼迪可能將於本週宣布退選 其競選搭檔妮可·莎納漢日前指責民主黨試圖破壞他們的競選 並表示 肯尼迪目前有兩個考量 或者退選轉而支持川普 或者留在大選競爭中 川普20日表示 如果肯尼迪支持他 他願意考慮在未來內閣中邀請肯尼迪擔任職務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蘭 紐約採訪報導 澳大利亞參議院通過挺臺動議 紅中共扭曲2758號決議 歡迎回來 再來看到 中共濫用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 限縮臺灣國際空間 對此 澳洲參議員 佛希特 歐尼爾等人 21日在參議院提出挺臺動議 針對中共濫用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 限縮臺灣國際空間 澳大利亞參議員佛希特 歐尼爾等人 21日在參議院提出挺臺動議 強調聯大2758號決議 沒有主張中共對臺主權 議員警告 中共正試圖改寫歷史 扭曲真理 如果國際社會接受中共在此問題上的立場 臺灣的安全及臺海現狀將面臨更大的風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俊榮譽綜合報導 印度安德拉邦的一座製藥工廠 21日發生爆炸 目前已知有17人喪命 另有40人受傷 印度安德拉邦的一座製藥工廠 21日發生爆炸 目前已知有17人喪命 另有40人受傷 由於可能還有遺體埋在火場廢墟中 死亡人數恐將持續攀升 當地警方目前推測 事故原因可能是電力問題引發的火災 實際爆炸的原因還有在確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嚴俊榮譽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美國聯準會公布7月會議紀要 內容顯示 多數與會的決策官員 都對通膨持續回落更有信心 因此認定9月可能適合降息 夏普公告宣布旗下借工廠顯示器產品 SDP已經全面停產 借工廠是日本國內唯一一座生產電視用 液晶面板的工廠 隨著借工廠的停產 日本國內本土製造的電視面板 已經成為過去式 夏普過去一度被譽為液晶之父 後來在與中韓等海外公司的價格戰中失利 夏普在2022財務年度時隔5年 再次陷入虧損局面 精品集團LVMH旗下美妝零售商 斯芙蘭表示 隨著中國消費者縮減在面霜 和化妝品上的開支 公司正在採檢中國境內的員工團隊 預計將裁員百人 外媒指出 荷蘭政府將向來自歐盟以外的網購 送貨包裹徵收進口稅 報導指出 稅收衝擊對象主要將是 SHEIN、TIMU和AliExpress等 中國跨境電商 因為這些商店透過價值低於150歐元 約新台幣5340元的進口包裹 豁免徵稅中獲取大量利潤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任天堂博物館10月京都開幕 懷舊展品保衍服 加州參議院正在商議 是否通過一項提案 擴大首次購房援助項目 讓無政移民也有資格零首付買房 近期 AB1840號提案試圖擴大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加州全民夢想計劃的申請資格範圍 讓非法移民也可以零首付買房 加州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則分析 如果擴大這項貸款項目 州府將面臨巨大的成本壓力 每年需要多撥款數百萬美元 目前AB1840號提案已經在州眾議院通過 還需要州參議院投票表決和州長簽字 今年一共有1.8萬人通過加州全民夢想計劃申請貸款 其中1700人符合資格獲得每人15萬美元的貸款 用於支付首付和房屋成交費 這項計劃規定 當屋主重新貸款 出售或者轉讓房屋時 不僅需要付清首付貸款 還要把房屋增值的20%交給州府 目前還沒有相關規定來限制這些屋主 擁有房產的時間長短 如果屋主不賣房 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可以一直不還首付貸款 目前還不得而知 以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在洛杉磯的報導 期待已久的任天堂博物館 將於今年10月2日在日本京都開幕 博物館將展出任天堂的經典遊戲機 還有曾經製造的舊玩具 讓粉絲一保眼福 天花板上巨大的遊戲控制器 展示台上各種老式遊戲機和遊戲盤 日本電玩公司任天堂 近日終於公布視頻 預先展示了今年10月2日 即將在日本京都開業的任天堂博物館 根據美聯社報導 館內的互動區能讓遊客實地體驗 射擊遊戲等活動 成立於1889年的任天堂 是以傳統紙牌遊戲起家 所以博物館的選址正式建在最早期的製造地點 數十年後任天堂進入電玩市場 火遍全球的超級馬力歐和精靈寶可夢等系列遊戲 都是出自這家公司 去年4月推出的超級馬力歐兄弟電影 也吸引不少粉絲捧場 本月稍早任天堂表示 近一個季度的利潤 因為遊戲機和遊戲軟體的銷量減少 利潤下跌了55% 不過他們計劃在2026年 推出另一部超級馬力歐電影 未來幾個月馬力歐派對大金剛和薩爾達系列 也會陸續有新作品登場 而眾所矚目的舊金山任天堂商店 也將於明年再聯合廣場開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與40好萊塢引人來台 亞洲任務影展星光翼翼 2024亞洲日舞影展 21日在台北光點華山二度回歸 匯聚超過40名好萊塢引人 而冰雲火之歌的導演亞倫·泰勒也來了 跨時代台灣重量級演員走上紅毯分享喜悅 2024亞洲日舞影展21號在台北光點華山 舉行開幕紅毯 一連五天至25號電影放映及大師論壇相繼登場 超過40位好萊塢大師匯聚台北 像是以小丑榮獲奧斯卡最佳攝影提名的 攝影師勞倫斯·沙爾 並與火之歌全力遊戲導演亞倫·泰勒 即以電影弟弟獲得第96屆奧斯卡提名的 台藝美籍導演王湘勝 通通來台亮相 爸爸是台北出生長大 我媽媽是高雄出生長大 所以我從小到小時候 12、13都會每個夏天有時候會來台灣 所以現在有一部我的第一部電影來台灣 真的很感受 Taylor掌聲歡迎 Here we go Hi guys Welcome Welcome to Taipei 今年的短片作品的質量跟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所有創作者就是切入劇本的角度很不一樣 非常的榮幸 然後每一年都會有很多厲害的演員導演製片 製作人等等都會來 所以都很期待我真的是今天早上到 你今天早上才到啊 對 對 真的我覺得是很值得 眾多國際影人齊聚一堂 就連各代重量級台灣演員也走上紅毯 分享參與日舞影展的喜悅 直呼跨文化交流機會難得 劉萍妍更大秀法文 跟觀眾朋友大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我是Ester 歡迎在Sundance 歡迎在Sundance Fill Master Bo 哇 這麼厲害 今年剛好我也參加了一部短片叫皮蛋 然後這次也在Sundance亞洲有放映 這幾天有放映 祝得獎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揭 有可能今天晚上會揭曉 我不曉得 日舞影展橫跨四十年 而這次亞洲日舞影展 在台北光點華山二次回歸 揭露著獨立故事 放映歐美亞各州作品 透過外展及對話 與創作引人持續同在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4年8月22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3484萬3838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0751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면 謝謝